欢迎各位来到博文焦点 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的雾霾情况 以及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对雷阳案五名涉案警察不予起诉 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的雾霾情况 入冬以来雾霾就开始在中国大陆失掠 到了12月中旬 短短几天时间 全国就有超过70个城市达到了重度雾霾的程度 其中有将近10个城市的雾霾浓度 超越了仪器探测的最高值 也就是说爆表了 雾霾笼罩下的人们用上了各种的口罩面罩空气过滤器 甚至把进口的新鲜空气炒卖到数百元一瓶 这是一种多无奈的选择 面对这些 除了民间断职手门精彩吐槽 各社会名流甚至是位高权重者也都按捺不住了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说 新宁鸡汤派忽悠大师于丹这么说 面对雾霾能做到的只是不去较劲 关上门窗打开空气净化器 如果这都没用了 就只有凭自己的精神防护 不让雾霾进到心里 与此针锋相对的 是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丁丁 他在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上撰文说 如果北京雾霾成为一种长期现象 更多中高收入及高学历者将移民海外 雾霾忧郁症将成为常见的心理障碍 2016的雾霾程度之猛烈 影响之巨大 看来玉丹的心灵鸡汤是不管用了 大家都不信 怎么办呢 鸡汤级别提高 先是推出环保部副部长吴小青 他的名言是 他们用本国的空气质量标准 来评价我国的空气质量 这是明显不合理的 结果呢 惹来笑声一片 没办法 鸡汤提到最高级别 搬出习近平 习近平说 要用生活的淡定去面对这些问题 他回忆小时候在北京 沙尘也很大 带着口罩骑车去上学 到了学校 口罩上都是厚厚的黄沙子 到了冬天呢 加上没烟气 情况就更糟了 他说那时候没有PM2.5 但有PM2.5 但是 即便抬出了最高级别的鸡汤 还是有人表示要反击 反击的人是马云 马云表示啊 这是北京雾霾 他非常高兴 因为空气不能特供 马云说空气没有特供 中共的特权阶级 真的就没有空气特供吗 据说还是有的 当然 室外的情况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空气的污染对大家公平些 所以马云认为 中共高层会因此大力治理空气 然而 真的那么乐观吗 据有关专家表示 雾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因 和油品质量 关系重大 目前中国的调油产业所调和的 汽油 以及 煤化工直接液化产出的原始结构油品 都属于雾霾的源头 然而 媒介却先有提及 因为掌控这些油品生产的 都是类似中石油 中石化 这个级别的超大型国企 都是惹不起的主 你提都不敢提 你谈何自理 雾霾的源头于中国大陆 也许可以用这样一幅图来总结 或者说 体质不变 没质